字幕視 bidding 無量天尊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紫師傅 今天歡迎大家看 這個天一 ic Dragon的三羅神宮視頻 今天想說的話題 就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 頂不順的可以走開 頂得順的繼續聽 因為今天說的話 會涉及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 是涉及一些 可能會 拉到其他派 燒著別人的屁股 我們主要講的是 正神與邪神 有很多人聽完我講的 三十七八死後等等的事情 有很多人會好奇 怎樣被邪神吃了 死了之後 邪神是甚麼來的 究竟 邪神有甚麼特徵 我在這裡會跟大家介紹 邪神 正神等等的分別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見到 其實這個世界很有趣 我們可以這樣講 基本上可以說 神是甚麼來的 就像你拜神那些神是甚麼來的 其實可以這樣講 基本上有一句很正的說話 神是創造人的 人是可以創造神的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大家是反過來的 很多人覺得怎麼會 神在上面高高在上 但問題原本是沒有神 是人創造出來的 你不要管甚麼神也好 他原本就有在這裡 是因為人創造他出來 究竟他是甚麼來的 沒錯 這些神就是一些先天的能量 一些能量 他不是一個好像有個生靈在那 有關羽動作在那裡 他原本就在那裡 他不是的 是人創造出來的 那為甚麼有這些神 究竟是否 那是假的 即是沒有這件事 又不可以說他完全沒有 為甚麼呢 因為他裏面有的東西 不是你想的那樣 普通人覺得 神就一定是有個 好像生靈的東西 他就在第二個世界 他就照著你 或者他就控制這個世界 其實就不是 因為這些神 很多人都是要人 開始創造出來 或者他看到一些自然的東西 接著他感應到那種力量 那種先天能量 接著就開始感應到他出來 我們首先有分兩樣東西 一種叫做先天的神明 一種叫做後天的神靈 兩種不同的東西 先天的神明 你可以這樣看 先天的神明是甚麼叫做先天呢 先天就是未有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剛開始未有東西 未有這個地球的時候就有了 譬如說太陽 月星神 人未出現之前 已經有的東西 生命都未出現 已經有的了 那些自然元素 這些就是先天的東西 有很多先天的能量 去到極先天的時候 是你見不到的力量 是一種更加先天 我們叫它做一個是無上的先天的能量 即是很早很早期 是簡直連宇宙都未分開 運存一氣的時候 都可以這樣說 的時候的能量 這些能量通常是一些軌跡來的 它就不是好像 怎麼說 它不是好像已經 有一塊東西 這裡有一個人 這裡有一個人 就不是這樣 它是一些軌跡 就像天地人的軌跡 五行金木碎火土的軌跡 這些軌跡就是一個自然的規律 而這些自然的規律 裡面就有它的力量 所以也叫做有它的神力 甚麼叫做神呢 神基本上就是一種力量的表現 就是神 譬如說 你看到太陽 太陽給你的感覺 它的神力是甚麼 太陽就好像火一樣 很熱 有光芒 有光明 有太陽的時候 那你就感覺到它的神力 太陽的神力就有這些 太陽可以怎樣 太陽曬完可以殺菌 好東西 太陽也可以有不好的 太陽不好那方面 可以令人有悍災 可以飢渴死 不然暈了 曬到可以的 所以有好有不好的 各樣的東西都好 好似喝水都可以喝病你 所以要小心 這個世界很多原始的東西 都有它的自然的元素 裡面有它的神力 這個神就不是說裡面 有一些好像人那樣的東西在裡面 而神的意思就是它的力量 這個就是真正的意思 力量的神 所以先天的神明 所謂的明就是光來的 光 光的類別就是神明的力量 神明的力量會怎樣呢 它是光的 光呢 它對你的人的反應 就是它可以給你的東西 就是在外面那裡進來 由外面進來 如果你有看我那個九星的道理 我有一篇 有一個專門講九星 你可以看 九星的道理裡面 就告訴你 一百在外面 二黑在裡面 它感應的時候 就是三逼入四六的情況 就是說這個靈氣 是在外面 這個靈光在外面感應進來 使人的思維上 智慧上 有靈感 所以自然的神 先天的神明 給人類的 給生命的一種力量 就是它會教你 教你的情況 就不是說有一個人 有一個老師在講講講講講 這樣教 它不是人 它教你的方法 就是給你一個靈感 這個靈感 就會令你去想 想了之後 你們會有感覺 然後你會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靈感 我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就對著海神 海神會怎樣教你呢 先天神明 你未出現的海經 還不是先天 先天神明 它會怎樣教你呢 很簡單 你看著海 因為你要神明 可以給你力量 你就要看 因為你要明 明是光 你要看就可以吸收光芒 你不看 你就吸收不到光芒 你看著海 有一天 我們這個原始世界 連橋都沒有 現在 只有野人 我們不懂得過海 你就看著海 然後忽然想到 忽然想到 如果可以這裡 這樣 然後有一條橋 可以做這些東西 搏著兩邊 我就可以從這裡 去這裡 這個情況 在古時 你沒有橋 你第一個人 為什麼你是第一個人 就是因為這個海的神 選了你 因為你適合 你有這個智慧 你適合 你的能量適合 去想得出這件事 它的先天能量 海 就這樣發過來 你就感應到那種頻率 那種靈感來了 你不看過海 你想不到 你有沒有想過 你做人不要那麼壞 喝水思緣 海神告訴你 他一聲 然後你忽然想到 忽然間 這個就是那一刻 你想到之後 海神教了你 去整條橋 但是他教的方法 就是令你有這個靈感 然後怎麼可以實際 實踐出來 那你就要靠你了 那你自己 就要去想 去思考 去找些材料 那你一直找的時候 你一開始就不懂 然後你就去到一棵樹 那樹那個神呢 就會令到你 突然間有棵樹枝 掉下來 那樹枝掉下來 然後你看到 咦 浮的 那你就想起 是呀 可以用木頭 這個就是那個 他為什麼會 是呀 那麼多人都看到 又不見 他們又是呀 只有你才想到 就是好像 為什麼人家 掉過蘋果 他可以發現 地心吸力 因為只有他 那麼多人就想不到 就因為是他 那天 整定是被他想到的 這個就是天命了 那你呢 看到樹木浮 你又想到這樣 啊 不如用木做吧 那這樣 那這樣 那你就想到 那這就是海神 傳授了這個 這個橋 這個指揮給你 然後令到你會造橋 然後呢 你又再繼續下去 就有這些不同的 神明呢 在後天裡 你看到 那些樹 成是木啊那些 那些神明力量 就教你了 怎樣繼續去進行 去實踐這件事出來 那最後你真的做到了 你那個橋呢 就叫做 這個橋呢 最早最早呢 就是這個海 這個神呢 為你的祖師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是教你開始的 OK 它是教你去開始造橋的 那這個海 就是令到你 開始有那樣東西的了 這樣 這個就是一些 先天的能量 怎樣教人 有很多人誤解了 覺得先天的能量 教人的方法 就好像 好像電影那樣 啊 有個觀音下來 然後它在天裡 就有個雲 然後浮了一個女人下來 然後女人跟你講講 教你怎樣做 這些是人教人 才會這樣 先天的能量教人 是不會這樣 很簡單 先天的能量教人 就是你看著 然後你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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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你每樣都不聰明 一定有一件事聰明的 你一定有一件事適合你 所以這個世界好像這樣 我呢 自己呢 自己一個人版 我做了整 三十幾歲的人 做極都是做回這一行的 我已經試了很多次 就做其他事情的了 都不行的 轉極都去回這一行做這件事 那你說 我是不是整定做這一行的 我不做這一行 沒有飯開的了 就是這樣 沒有一件了 這個就是天命 那你承受天命就繼續做 努力去做 努力去學 就會苦盡今來 但是這樣 你做其他事我不理 我抗拒天命 我要逼自己做其他事 不要說不行 難喔 很難喔 做事難很多 因為你不是那個材料 有很多人在這個世界 他慘就懷財不如 他有這個性格 有這些材料 他就找不到一個明君 使用他這樣 大把這些東西 歷史 但是他生出來 他有一種的特徵 是 你呢 就適合做謀略家 你呢 就適合做醫生 你一生出來 你就喜歡這些東西的了 你呢 就是有些這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有些人 一生出來 他看著海 人人這麼多年 都想不到要治水 他一看 就像大嶼一樣 一看就想到了 怎樣治水的方法 他不用想的 他一整 又懂一整 他自己懂的了 為什麼呢 就因為他的人生出來 有這樣的天命 而那些自然的能量 周圍的環境 這些東西自然 就是人未出來之前 那些東西 裡面的先天能量 教他 他教的意思 不是說好像 不然間一棵樹式動 說話 跟著跟他說 講 不像卡通片那樣 當然 哈利波特 他教的方式就是 令到他忽然間 很有這個靈感 在外在 跟著這個靈感 激發他的思維 他的思維 就會想想想想 想夜想 日想夜想 怎樣做呢 跟著那個心 就整天心動動 上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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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會黏在去 被吸引了去 一些他需要的材料 譬如說木頭啊 什麼啊 泥啊 他就會不斷跟這些玩 玩玩一下 他就會這樣做出來 跟著從此他就懂得做 這個就是 他最後就會想想 我為什麼會懂得做這條橋呢 啊 因為第一件事 我就看到海啊 那他就看著海 這個就是他的祖師了 他就靠拜這個海為祖師了 因為呢 他教他開始去做的 這個就是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先天神明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好多民族都會拜先天神明 例如呢 你有聽過拜火 拜太陽 拜月亮啊 拜什麼都拜的 是不是 其實一開始 這些人 是不是覺得 真是有個 好像人 那樣的東西 在上面 啊 我就是月亮了 那樣呢 當然不是啦 是因為那些人 他自然感覺到 這件事 在自然間 一定有一些 很強大的力量 然後他就想希望 譬如說 我希望我的人生 可以得到光明 好像太陽照著我 那我就可以看到前面 我人生的路會怎樣 那就會開始拜太陽神 譬如說 哎呀我希望呢 好像月亮那樣 什麼什麼什麼 我又會想拜個月 就是人就有這個原始的感覺 就是這樣 他看到這件事 他有這個感覺 他想希望他的人生 或者希望某些東西 會變成好像這樣 有這個神力 那我就會拜那件事 他自然那些人就會做 很多人之後 有科學之後 很多人就會覺得 哎呀迷信啦 這些拜神這些東西 其實你是 就是因為科學 變成是 即科學不是不好 科學就是 另一個角度 在這個世界 科學就是用後天的角度 就是說 你已經開始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需要科學了 因為你要研究這個世界的物質 譬如說 那些科學 懂得研究不同的 這些後天 譬如說 石頭裡面有什麼成分 水有什麼成分 可以抽出來 驗驗驗 然後就做些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科學了 但如果我未知任何東西 什麼都沒有 我是想創造一些新事物出來 我要一條計劃 我不是要知識 現在我要一條計劃 是嗎 就是怎樣說 你要做電腦 科學就會教你 怎樣的零件 什麼物質 放在一起 這樣做 這樣做 這個科學 但是我現在 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是要一條計劃 你科學給不到一條計劃 科學是 有些知識在 我要怎樣開始 第一條計劃 就要有靈感 創作一定要有靈感 而靈感在哪裡 靈感永遠在你外面 這個世界的外面的東西 周圍那裡的能量影響你而來 所以就算說 我看著李小龍的Postar 我有很多靈感 李小龍在給你靈感 這就是他的神 李小龍的神就在裡面 在Postar 不是李小龍那個人去教你 是他的神教你 李小龍成了神嗎 什麼時候 不是 這是他的神靈 後天神靈 意思就是什麼 一些生出的東西就為後天 生出的東西 例如李小龍 他生出了 他已經是人 他的人 給人家有個感覺 在內在 在內在 有個感覺 李小龍是怎樣的 即使你覺得 李小龍在你心目中 是好像 這樣說 例如你看他的戲 你只懂得 他戲裡面的李小龍 你鬼懂他真人是怎樣的 不重要的 OK 即是可能這樣 看戲 李小龍打架 永遠就是這樣 然後 他真的打架的時候 可能他不出聲 他真的打架 他真的打架 和戲裡面的打架 是不一樣的 但在普通人的眼中 他的心目中 李小龍就等於 他要做這些聲音 這就是李小龍的 給人的感覺 在內心 和他的真人可以無關 你看著李小龍的照片 你整個人 心裡面的感覺 給你的靈感 都是他在戲裡面的靈感 這就是李小龍的神 神魂 在這裡 所謂李小龍的神 影響到你 令到你 譬如說 想到某條 方法 怎樣打了套路出來 這就是李小龍的神 他教了你 他的神魂 後天的神 如果你看 然後去做 然後想 然後創造出來 這就是 因為李小龍的神 他加持了傳授 給你了 他教了你 是李小龍的先天的能量 不是他後天的人 所以李小龍的神 可以完全不認識你 就是這樣 但是這樣 如果一個拜神的人會怎樣 拜神的人 他就會 供奉這個神 他不是只看著 然後就開始 行了 我看著有靈感 他不會 你看著海有靈感 做一條橋 一次的 你得到之後 那些人就開始拜海了 有方法 你久不久 就會有些東西 給海 就是人的心態 我給你一些東西 給他一些東西 那海神呢 教了我整條橋 是吧 那我以後呢 就要給他一些東西 多謝回他 那跟著呢 就希望 將來呢 有更多的這個 這個 法靈可以從海那裏來 那你呢 那你呢 就會怎樣呢 你會拿些水果啊 在海邊這樣拜 然後燒香 那些東西 那人就會創造自己的儀式 而這個儀式怎樣創造出來呢 就是神教的了 這個海就會令你感應到 哦 要拜他呢 其實就要這樣 你不知海和你說話 但是其實 你所有的靈感來 你會想到的東西 都是海教給你的 那所有這些東西呢 你就會做了 開始做了 無緣無故人會懂得 要宵夜啊 要拜 要這樣叩頭啊 這些全部這些動作 是海 令到你有這個靈感 那你就會自己做出來 原始社會的人 開始就是這樣有宗教 那他就開始做了 就拜海了 那海拜一次之後呢 就是發生什麼呢 其實裏面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其實就是說 他將人呢 自己的先天能量 即是你的意識等等這些東西 先天能量 就會透過他叩頭啊 聖啊 拜啊 這些情況呢 他就會這樣輸送回到地 去了那個海 那個海就會收到他的信息 這個海呢 收到這些先天能量呢 就會明白了 啊 你是因為我而造了這條橋 那他呢 就完成了一個循環 那跟著呢 他就有下一個東西 就覺得 你適合 他就會再給你了 OK 你就不是下次撞彩了 你就可能你造完之後呢 禮守架牌 你就立刻有第二條橋了 譬如說 啊可以做 啊 看著海 然後又想到了啊 又可以做多些東西出來啊 做船仔啊 艇仔啊 又想到新東西了 所以呢 古時的人開始呢 就會覺得 拜神好啊 因為呢 他一路拜神呢 就越來越多新的創意 啊 他們的地方越來越多新的東西發生了 越多新的東西可以創造出來 譬如說 拜完神 跟著呢 就啊 啊 又想到的辦法啊 拜完神啊 又可以做到一個新的儀器啊 拜完神啊 又想到怎樣治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又可以解決了 所以拜得神多治有神庇佑了 因為他們越拜呢 就可以有很多辦法 給他們去創造他的未來 這就是原始社會的時候的宗教 為何又拜這些先天神明等等 那當然啊 這些先天神明呢 就是講自然界的物質的東西 就是你看外面啊 地啊 水啊 火啊 太陽這些東西 那這個情況呢 開頭就是 開始很多宗教都是拜這些的 那這些呢 就變成了呢 是一些先天能量來的 全部都 但他們會當他是人的 這樣跟他講話 譬如說跟海講話 他會真的講 啊 海神 希望你保佑我們 將來慢慢 我們現在呢 這樣講完給他聽 好像當他真人 然後海神就會收到他的東西 這樣 這個就是 就是跟他講話的方法就是這樣 因為呢 為什麼要這樣呢 其實原理就是 因為這些是先天能量 而要去溝通先天能量的方法 唯一就是用你的心力 就是人的心力 所以你要當他是人 這樣跟他溝通 就是真的用心去跟他溝通 你就可以令到你的意識 帶到先天能量 先天能量就會跟你有互動 就是這樣 我們在道教呢 就講原始三氣 就是 原原始三樣氣 原就是元素的元 原這裏就是元學的元 始在中間就是黃色開始的始 有黑白黃三氣 人的能量長的身都是這三種能量 那基本上呢 我們要將我們的這三種能量 過去別的地方呢 給他呢 就是要靠這個始這裏 這個黃色的能量 所謂元始祖氣 所以我們這個人要做到這個方法呢 就一定要用心 當他是人 因為如果你當他只是元素 就會變成白的 就是白色能量 那些東西就不動的 黑就什麼都沒有的 只是吸收的 這裏就可以過給他 所以如果我當他是 全部都當他是動物的話 就會相應黑的 我就可以吸收他 如果我當那樣東西是一個元素 死物 他就會變成白 白就是你可以見到 如果你要溝通到 要大家互動 就要靠黃 黃就是心 你要當他是人 人這樣聊天 你當這件事是人 當海神是人 創造了海神 那些人就會怎樣 就會做個象給他 海神的神象 他會有個人 代表了他 可能誰代表他 那些人就會想 誰代表他好呢 第一個人接觸海神那個 弄了大羽的樣子 這個 之後那些人再弄 可能已經不一樣的樣子 越弄 那樣子就越不同 為什麼越來越不一樣 不緊要 因為是個代表 那他就越來越不同 很多不同樣子的海神 其實都是同一個 根本就是這個海 就是這樣 這個先天能量 用一個人象去代表 變成了海神那個人象 就是這樣 然後火神 拜火等等 然後又可能有個火神 的人象 這樣做出來 這些其實做出來的 一來就是人自己會想 二來就是有靈感 靈感從哪裏來呢 又是在那裏 你又看著海 然後又想到 是時候做個象給他 什麼樣子好呢 那些人看著看海 不如這樣吧 有個荷葉在這裏 有個什麼的 你自己就會開始想到 因為他影響了你 他令到你可以整得出這件事 而一切都不是一個巧合 也都不是一個像壯彩 因為你是看著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告訴你 他告訴你 令到你收到他的靈光 那你就有靈感 這就是先天神靈 現在講到後天神靈 後天神靈是怎樣呢 就是那些人開始感應到 這個人的身上 他有那個神力 譬如說我看到關羽 我覺得他很抽得 他一定可以 如果有他的武力 就可以幫我保佑我 什麼都順利一點 平安一點 不會被人打 或者我覺得呢 關羽的忠心 有些人覺得 要他忠心這個神力 總之要有那個人的特徵 而這個特徵 跟他真人是可以沒有關係 因為是你覺得他有的 你看到他的樣子 即是你看到他外表的外殼 你看到 譬如說你看完三角 演義等等的劇集 你覺得這個人是這樣的 都可以的 其實他真正可以不是這樣的 但是這樣呢 那個象之後塑造出來的 其實你一直在供奉它的時候 你就是將自己的心力 和自己的一些能量 灌輸進去的象 而希望有這個先天能量 會塑造成一個可以令人喜歡 而可以令人平安等等的先天能量出來 先天能量本身呢 哇很曬 讓我先教一教 先天能量本身呢 就是中性的 OK 先天能量呢 是沒有說要做什麼 因為先天能量 但是未開始 未使用 所以呢 先天的能量全部都是 眾成無正無邪 這樣呢 一切呢 就是說 你個人在供奉 放一些能量下去 一個神像 一個神壇 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一大堆 中性的先天能量 跟著 你想它怎樣 你想它保佑你 你想它保佑你平安 保佑你家宅安寧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 你再向這個神像 去拿回你之前投資的東西出來 令到 那些能量會幫你保佑你 好了 如果你說關羽 那關羽 那關羽怎樣可以保佑你 加拿平安呢 當然是真是開崗倒的那些關羽神像 那怎樣可以保佑你呢 它保佑你當然不是說 好像有賊來了 跟著呢 關羽就會忽然間 上身 然後打走它 當然不是這樣 OK 關羽可以保佑你 當然就是關羽本人 是不知道什麼事的 因為你講的是 原來是自己的能量輸送入神像 塑造出來的關羽角色的神 OK 所以它可以做的事就像海神一樣 它做的事就是用一種靈感的方式去幫你 那是怎樣呢 一種靈力可以發生什麼呢 靈力呢 譬如說關羽的這個神呢 這個靈力就有賊來了 這個靈力感應到 那賊在外面 或者快來來 或者它將會來 可能遲兩天才來 它就會有一種靈力發放出去 去令到賊不來你那裡 或者過來這裡不好 或者好像很多危險 那這些靈感呢 在內在的 令到那個人的賊 就會慢慢慢慢地 就越來越不想去你那裡 或者它明明想來 就去了第二間屋去爆甲 這樣就不去你那裡 這就是神可以給你的保佑 另一種的保佑就是 令到那個主人 譬如說你那天上香 然後它就令到你有一些先兆 譬如說 咦 截了之香 然後你忽然想起 好像很害怕 前陣子有人說爆甲 你就想起 然後你自己就會思考 特別防範小心 這個都是一個保佑 另外可能會無故有一天 你忽然間升起 要是呀 家裡要回門鎖 救了 鎖匙不行 或者是時候安回一個警鐘 即是你經常都會想起 然後就會做 這就是關於保佑你 令到你去令到自己平安些 就不是說有事的時候 關於才出來去幫你打走那些人 它就沒有這件事 因為這是一個神 神的意思 神的意思是一種先天的能量 而它可以這樣神出來去幫你 令到你想到靈感 有些靈感出來 就是這樣 好了 講到這裡 大家明白了 先天的神明和後天的神靈 基本上都是 不是你們平時在想的那些 像電影裡面那樣的東西 一切都是一些能量 但是你要對它 你要當它是一個真人 這樣對待 它才會有靈 即是說才可以跟你溝通 可以有東西流動 如果你不當它是一個真人 它就永遠都不會流動 你不跟它當它人這樣談 不當它人這樣處理 它就永遠不會溝通 因為它就沒有這個心力的流動 你當它是死物 你當它能量 那它就不動 它就好像是死物 你當它是動物 動物就像是吃你的東西 它不會跟你溝通 動物無緣無故不會跟你溝通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當它是一個人 這樣對待 所以拜神的人 基本上 即是今時今日都一樣 所有拜神的人 本身拜神這件事 就說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基本上你做的是 買一個什麼賬都好 你買一個賬 超人都可以的 總之有一個神賬 那你就覺得我相信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那你就去做你的儀式去拜祂等等 很快這件事的先天能量 你自己就會進去 接著就開始慢慢越來越大 每天的供奉 令到祂的能量越來越大 祂也都會相應地因為祂 拜祂 這個意思是什麼叫拜呢 拜就是說 我將一些東西寄託 一個希望給祂 譬如說 古時的時候 有個君主就會告訴祂的將軍 我拜祂為大將軍 你幫我去打仗 你做這個召策大將軍 你幫我做召策的工作 你給一個工作給祂就叫做拜 你給這個工作給這個神 神本身是中立的 祂什麼都沒有的 你給這個工作給祂 譬如說 你現在拜神 那你拜什麼 我拜張飛 那你拜祂為什麼神呢 我拜張飛為我的財神 沒問題的 你覺得張飛可以幫你補財 那他就會變成一個中立的能量 然後你一邊拜一邊拜一邊拜 你又會希望 希望祂怎麼幫你 這些中性的能量就會神出來幫你 去令到你譬如說有靈感 有靈感去做什麼呢 靈感去理財好些 有靈感譬如說 找工作 有靈感幾時需要去找工作 或者怎樣去改這份東西等等 或者靈動到外面有些貴人來 這些都是先天能量可以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呢 那個張飛跟真人的張飛是沒有關係 他不是說真人的張飛變了鬼 然後他不知道 整個仙又幫你 沒有關係 OK 因為這些拜神 就是你自己的先天能量 去塑造那個神出來 就不是由那個張飛那個人 這樣自己有關係的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可以是沒有那個人 都可以的 而你會見到很多人 拜神在拜他沒有的東西 譬如說齊天大聖啊 朱伯介這些 擺明是沒有的 小說來的 假的 拿渣 假的 有些會用風神房 為什麼會用這些呢 就是因為 人人都懂 就像現在這樣 人人都看劇集的 你拿劇集的角色出來做 他一定很有Feel 這個神靈有什麼功效 是吧 如果你要拜一個神 你一看 你很明白齊天大聖做什麼 你看那個西遊記 那你就會拜他 有些什麼你覺得他幫得你的 這一種的東西 你就可以求他了 就是這個意思了 你看到朱伯介 有些什麼你覺得 朱伯介可以求的呢 可以幫到你的呢 其實就是你自己的 先天能量 放下去這個象 這個象 塑造了這個殼 給這些先天能量 跟著加起來 當然裡面有其他的東西了 那就令到這個神力 由中立中性的神力 變成了一個 給你塑造 有特別特徵作用的神力出來 他就可以保佑你 做什麼什麼的時候 就會幫你 而他呢 不是一個 好像人在別處 就沒有的 不是這樣的 基本上拜神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拜神 拜什麼神像都好 拜神這件事 本身就只是需要 第一他要信 和對他那個神有寄託 即是說我需要 希望那個神幫什麼 幫他什麼 他經常有這個想 和覺得這個神可以怎樣 基本上他繼續做他自己的事 每天去拜 每天去奉獻 他就會有這個神力的幫助 這就是基本上的概念 但是好了 好像很容易 拜拜一下就可以了 那麼爽 當然不是 這些情況就會出現問題 你不是學法 不是修煉的人 你就會拜拜一下 一件事 拜拜一下 你就因為那個能量 你自己放下去 能量就會大過龍 但是到了一個地步 那就會引來一些不好的東西 一些真的 第二個身上一些不好的能量 就好像 那些人 在這個空間 是有很多細菌的 OK 你一個人不小心 就會有很多細菌進來 所以 人整天都要洗澡 乾淨 你不懂得去保護你的神像 你不懂得保護神像裡面的能量 這樣就會影響到有邪靈 所謂的邪就是細菌 這些邪靈就會集參你的神像 然後變成了你的神 所以這裡就會出現了邪神 邪神就會影響那些人 去做很多邪事 你看這些大的宗教 經常都會看到邪神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宗教就會令到那些人 尤其是 譬如說 宗教的領袖 你一看那個領袖 就知道有沒有邪道 因為那個領袖 是最大的神力的通靈人 就是你是第一個看海 然後懂得做橋的人 那那個海神跟你是第一個相連的 之後的人要拜海神 都是拜你的了 都會拜你的像 所以你再傳下去的那些的傳 就是跟你和海神最通靈的人 譬如說一個宗教裡面 最高的領導人 最高的那些傳教 那些人 他就是和那個神力 無論他是自然也好 人創造出來的東西也好 他就是和那個神力 接駁得最接近的第一層 沒有人比他厲害的了 所以要看邪神有沒有邪道 你就看他就對了 那麼他有什麼東西在呢 邪神就會令到那些人做些邪事 譬如說有些宗教 你一見這個教宗 經常都強姦 又有性暴力 背後又搞小孩子 這樣擺明是邪神來的 OK 或者這個宗教 這樣他們那些人喜歡玩自焚 玩一些自癱 自殘 做些很暴力變態的東西 背後喜歡搞些 不知五三五四 總之很噁心的東西 那你擺明是邪神 那個神力邪了 已經整個宗教就玩完了 基本上他外表 再點包裝的宗教也好 他原本這一塊 他原本那個神力 那塊創出來的 已經壞了 你之後那些人 再是從那裡出來 都是那個邪神 他只會越來越害你 那變成這個邪神的創造 就是因為人 創造的宗教 那些宗教本來沒有東西 跟著 邪了 因為他不懂得保護 沒有學到怎麼保護 邪了進來 然後他由他繼續 跟著影響人 就會靈感上 令到你的人 就會做些邪事 那些人就會越來越變態 例如說我這個宗教要殺人 要戰爭 要搶掠 要蘇林 那條村 有很多這些宗教 變成這樣 那這個就是邪神的開始 而之後的人呢 譬如說 這個宗教他邪了 那裡面有一些信眾 你說可不可以這個信眾不邪 只是這個邪而已 後面那些人都沒事 現在沒有而已 但是那好了 你向那個宗教說 我想開崗的神像 他跟你開崗的神像 就是由他這個邪神 分一節放在你裏 你繼續供奉 那你是不是在拜邪神呢 你當然在拜邪神 如果你沒有找他開崗 你自己買一個賬 在家裡 你拜 那個就是你自己的那個 就沒有開崗 就沒有邪 譬如說 海神這個宗教 他很大了 他已經邪了 海神宗教 你是他的弟子 現在入門 接著你開崗的海神神像 你找他開崗 他給你一個總 變成你那個神像 就是邪神的海神 你繼續拜 都是進去的邪神 但是如果你說 我沒有找過開崗 我自己買一個神像 放在家裡 那你就沒事了 因為那個海神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的能量 放進去 再塑造一個新的海神出來 所以這個是沒有邪道的 但是如果你一直拜 然後拜到一段時間 你又是搞不定 保護不到自己的海神的話 那會怎樣呢 那你就會邪了 你又開始變成 拜邪神 然後又會出事 那邪神就會影響到你有其他問題 譬如說 有些人拜觀音 拜關帝那些 很多拜拜下就會出事 拜拜下周身病痛 拜拜下就會 家人砍人 跳樓 就是因為他拜邪神 自己不懂得保護 所以你就需要找我們這些法師幫你開崗 開崗了的神像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你不會拜邪神 因為裡面那裡有靈符鎮守 有東西是鎮住了 你不可以邪 第二就是整天有淨化的作用 就是他不斷要弄到那些能量 是不會有邪的能量進來 或者邪了的要排出去 每天都要有能量去幫他洗乾淨 要洗乾淨 基本上是這樣的意思 還有呢 開崗的程序也是非常之嚴謹 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是要保證你那個東西 是有這個功效 有這個功能在裡面 還有你是有這個能量在裡面 不是說好像一個空殼 然後人人都可以進來 有很多東西是要定下了它的功能 整定了它的功能 令到你沒得轉 譬如說 這個神像的手是代表什麼 腳代表什麼 我們就會寫字上去 蓋印等等 令到那個神像 是一定有這個功效 就不是好像 你自己拜拜一下 然後有一天 他自己有什麼功效都可以 這樣 因為這樣很危險 有些事情就是 你沒有設定死他 神像什麼都可以做的時候 就很危險 邪神就很容易進來 還有呢 當然 就好像一些 我們立派 有自己已經有傳承的神明能量 那些已經有傳承的神明 神靈等等的力量 是可以分出來給其他弟子的 就像之前所說 你這個海神斜了 他弟子進來 他都可以分給你的 是啊 但如果他沒有斜 他再分個正的海神給你 你就很正 因為人家一早已經練了 供奉了很多 他已經很強大 這個力量 你這麼強大的力量 給你做開頭 你求他 就會覺得很靈驗 因為本身的力量 不用從頭開始累積過 這個就是邪神正神的分別 其實都是一線之差的 基本上 然後你會見到邪神 最大的特徵 一個宗教如果他走斜了 就會有那些壞的行為 那些高級人員 就會看到他在這裏 很多聖緋聞 哪個又強姦了什麼 強姦弟子 騷擾弟子 經常出現 然後你會見到 有賞身 自殘 騙人 就是那些騙術 等等這些情況出現 就是用騙術來 就是我教你食火 教你做一些刀斬不入 等等這些東西 他就告訴你 這個是神力 其實就是一個騙術 就是他特意弄到一把刀 怎麼去都不入 然後他就 他就是騙你 他的行為就是騙你 變了這些就是邪神的表現 因為邪神才會騙你 這樣 不然我直接告訴你 其實這把刀是否都不入 你知道嗎 OK的 不用怕很安全 這個是儀式來的 他就不行的 他就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們神的威力 現在斬你 是不是不入 是不是很厲害 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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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騙人 這麼糟糕 這些就是邪神 這個就是邪神 同一樣東西這樣做 同一樣東西 你不騙人這樣做 是沒有東西的 OK 就是說 我的儀式就是要拿著一把利刀 在你的身體上這樣戒 但是你放心 這個利刀是做過手腳 不會戒入 OK 是個儀式來的 是代表那些東西 是一種象徵式 那你告訴你 聽就行 不行的 你一開始傳教 就要說 這個是我們那個神力 就會令你斬不入 其實是假的 他要逼你信 這個就是邪 邪的意思就是這樣 擺明是騙你的 OK 亦都有一些 就會說 入教有些更加明顯 就要靠毒品等等 弄到一個迷糊糊糊 好像我很興奮 坐到念經 然後有人飛去 不知飛去哪 這些也是邪 有些人會入教 會騙財騙色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邪了的宗教 的現象 他們的壇再分出來的東西 一定是邪 因為他分是由他那個神像 能量夾一些分給你 你是不是都有事 這就是邪的東西 所以呢 大家就有一件事 你去到那些 宮廟拜神 有些宮家的地方 有個大神像等等 譬如說關帝廟 車宮廟 很多這些地方 基本上就是不去為廟 因為其實基本上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神像 很多人供奉 你鬼之隔來供奉那個人 有沒有骯髒東西在身上 他供奉的時候 那些骯髒東西 也都會去同一個地方 如果他是在拜這個人 他是在拜邪了那個海神的 他有這個邪了的海神的力量 一早上了人道 他去作香等等 這些邪了的能量 一樣會轉進去 這個宮家廟宇裏 所以其他人又去拜 你如果得到這個宮家廟宇裏 這個宮家廟宇裏 如果他做的靜花功夫不夠 又會有那些邪的力量 又繼續送去你 那些人越拜 越瘋善 越來越黑仔 變了有很多這些情況出現 在大的宮廟 就開始有很多謀財 黑社會運作 洗黑錢 很多你見到很大的廟宇 就有這個情況 裡面越來越黑暗 因為他已經斜了 沒得搞的 沒得搞的 他已經斜了 就是這樣 當然 如果你自己有個神像 就是說 我有個神像 那已經有斜了 那怎樣可以再用神像呢 其實神像是個殼 裡面就是那些氣 那些能量 所以 我們修法的人來講 就可以幫你靜化你的神像 就是幫你的神像驅邪 驅邪出來 靜化了能量 變回忠聖 那些能量呢 就會 又會再重新來過 變了你那裡又會沒有邪了 又可以繼續使用 那所以呢 靜化你的壇場 靜化你的神像 基本上是我們的 修道之人 每一日都會做的功課 他們的壇呢 每一日都要做清靜的功課 那變了呢 那壇呢 一定會沒有邪 而你一路供奉上去 一路供奉上去 一路供奉上去 力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如果你不做這些功課呢 你的壇就會很快會撞邪 因為會有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會吸引了過來 所謂呢 這個陽極陰生 你那個地方那些陽氣很重的時候 就會有邪的東西誕生 邪的東西就會洩過來的了 肯定的 就好像樹大招風那樣 你太多錢的時候 就會有東西拆的了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變了呢 這個壇如果有太多太多的能量 很多神力 它就會熟一丁 就會惹到一些邪氣過來 一定一定有的東西 所以拜神 如果你說我開了壇了 沒有東西啊 這樣自己開了 沒有東西啊 是因為你擺得不夠多 你擺得多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倒閉的了 因為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陽極陰生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一定要找專業的法師 就是我這些 幫你開綱 幫你淨化神像 確保沒事 就是這樣的了 那說到這裏呢 就是最後 解決一個 不是解決 解答 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問 這個 譬如說 錄音詩詩究竟是誰呢 其實就是這些 人塑造出來的神明力量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是塑造出來的 沒有這件事的 有些人說 不是啊 他是鬼谷子 或者有些人說 他是李順峰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你說他是李嘉誠也可以 總之你覺得他是什麼 基本上 李順峰也好 跪谷子也好 就算秦始皇也可以 其實基本上就 沒有所謂 因為基本上就是 你覺得他是誰先 跟著你自己的心力 性能一路供奉的時候 是你擺進去的那些能量 令到那個能量 有這些的性質在那裏 那他就可以 保佑你的什麼什麼 你自己設進去的 人的先天能量就是中性的 基本上就是 沒有說好壞 但是那你擺進去之後 就自己的修煉出來 他就令到這一種能量 可以有什麼 出來幫你等等 就是這樣 所以他說 有些人說 那個是李順峰 你覺得李順峰有什麼的 有什麼特徵的 他怎樣保佑你 怎樣幫你 基本上就是 你自己塑造了 這個你的六任先師出來 你的六任先師 跟隔壁那個又不一樣 OK 因為隔壁那個人 可能他覺得是鬼谷子 你覺得是李順峰 大家不一樣 這裏還有一個 這裏那個 就覺得 他是一種自然能量 那又不一樣了 所以基本上就有這個情況 有些人會說 我在這裏拜關帝 然後又在這裏拜關帝 為什麼這裏那個特別靈 那裏那個沒有那麼靈呢 大家都在關帝 其實不是 關帝只不過是個殼 而裏面有些什麼 基本上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因為國家是自己修煉自己的神像 所以好像說 OK 你學三摩神功 你後面有我的神牌 這個神牌 我練的 OK 我在這裏練 我練的東西在這裏 我有些什麼在裏面 是我修煉出來的東西 我的神牌 也是一樣 你譬如弟子 又開同一個神牌 為什麼你沒有我那麼強呢 這個壇 不是因為 那個派不厲害 又不是因為 那個法目不厲害 是因為你沒有修煉 同一個帽給了你 你在帽裏面要練些東西進去的 你得傳承 就是有個帽給你 還有有個開始的種給你 那你就可以繼續修煉 如果你沒有自己繼續修煉 你那個帽和種 早一天的帽就會爛 種就會死 然後你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學法這些東西 一定要自己修煉 師父就領入門修行在過人 你有多少料就自己知道了 有沒有練東西 如果沒有練東西 你有個帽給你 裡面你又不放進去 裡面給你那個種 就沒有東西吃 遲早就死掉了 所以你便自己沒有頭髮力了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好了 今天知道了什麼叫做 先天的神明 和後天的神靈之後 大家就會明白 究竟這些拜神等等是怎樣 最後再拉出這個神像 譬如我們的壇 三清九天元旅的觀音 其實又要澄清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觀音不是佛教的 佛教的無關 這個是我們三羅自己裡面的觀音 九天元旅又是我們三羅自己的九天元旅 究竟裡面我們的九天元旅觀音三清 是等於什麼 他們是 即是他們的神力 是黏著什麼呢 它搏著什麼呢 即是說你那個海神的神像 是吧 搏著海的 原來它的先天能量 那我那個九天元旅搏著什麼呢 我的三清是搏著什麼呢 是吧 那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要入門學東西才知道 你未入門就學過學 即是你只看到 噢它有三清 那你就噢 但是我的三清裡面究竟是什麼 你未入門你不會知道 你未學你不知道 所以就要學 是吧 就像說你看到 人人都在拜 這個神像就是海神 人人都拜海神 個個都不一樣的 後面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海神的力量不一樣 那究竟我這裏 這個神像後面的力量是怎樣呢 那你就入門 經師傅日日教 開始慢慢講 那你就慢慢知道 究竟後面是什麼 如果連後面都不知道有什麼 你就去拜 基本上那些就叫做無料 因為你都 你裡面沒有東西的 你只有學的 學別人做 你裡面都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 是吧 學了三十年 四十年 八十年都是廢的 因為基本上你就是模仿 是吧 所以有料呢 就等於有內有外 有內涵 那這個神像裡面 有什麼內涵 做師傅的 就會解釋給你聽 很明確地告訴你 究竟裡面有些什麼 這個神力 是有些什麼在裡面 那你慢慢就懂得欣賞 怎樣了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知識 是教怎樣欣賞 這些不同的神像 譬如說 他手持什麼發氣 手的樣子 怎樣 你要破解那個人體密碼 去明白 為什麼神像有這樣的架構 那我們就可以塑造 任何的神靈 任何的神明力量出來 因為基本上你塑造的就是 第一 有一個適合的學 第二 你要有他的 知道他先天上的能量 相應什麼性質 第三 要知道他有什麼神力 可以發揮 然後你就可以 整出來 基本上就是千變萬化 所以其實是很個人的 真的懂得法術 很個人 因為你看到的東西 好像麵粉 可以做很多種不同的東西出來 麵粉可以做麵包 可以做麵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米粉 什麼都可以做 所以你是懂得用麵粉 知道麵粉可以混什麼 怎樣混 基本上你什麼都混出來 所以你一看 你就會明白 這個人的痰是什麼事 這個痰為什麼會這樣 你一看你就知道 因為基本上裡面就是 同一個軌跡 無論什麼宗教什麼門派 都是同一個軌跡 就是這樣 今天講完這個 先天的神明 和後天的神靈之後 大家都知道怎樣分 正神和邪神 你死了之後 如果你被邪神 即是拜邪神的地方 的團體 或者那些人 去幫你做超渡 你就會被邪神吃鬼了 因為這個邪神 就會吞拼了你的能量 你那些魂氣 很大機會一大匹 已經去了別人 或者整個元神 都進去邪神 那這個邪神 它吃了你 就不像吃了雞腿 你就沒有了 變成你就會進去邪神的元神 這樣就好像吞拼了 吃你就在它裡面 你在邪神裡面 就會做什麼 你就會變成在那裡生存 變成好像奴隸 在第二個星球 被人變態 做一些邪的行為 變態地對你 那你一直在那裡受苦 這個就是被邪神吃了的問題 所以 死了 怎樣都不要找那些 拜邪神 上身等等這些團體 幫你做超渡 如果不然 你就真的 很多世都 很多代都不用見到你的了 永遠都不用輪回了 好慘的 OK 就是這樣 OK 講到這裡 就是這麼多 下次繼續講 歡迎大家來信 還有subscribe like comment 等等等等 OK 就這樣 拜拜